这一串的话跟刚刚那一串大小是差不多的 租金的部分也是卡14米 然后重量的话是23.92克 刚刚那一串的话是23.78克 所以其实两串是差不多大的 但这一串的话就便宜很多 这一串的话是2980 好那也是属于这个维侠特价的 但是它不同的东西它就是 就是在不同的客价 就不同的等级东西 现在价格当然就不能卖是一样的客价嘛 我们可以看得到左边这条5500的呢 它的蜡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实一点点 就它整个浓郁度的部分会比较浓郁 好那2980这一串的部分会稍微再水一点点 所以这是它不同客价的最大的差别 好那当然有些人觉得 他觉得这样子 如果我不拿这串给你看的话 你看这串的话 你也觉得它很漂亮 那就是你也不一定要买这个5500的 但是你想要再好一点的话 好一点的话就是这一串5500的了 因为这一串等级 这一串是微侠 但是一般的社交距离的话 那个侠吃部分都看不太到 就是非常的白花辣这样子 就是流坦纹的部分的话 也都很腰花这样子 那这一串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串特价的 就是便宜的原因 我们就一样一颗一颗来看吧 好那里面的流坦纹的部分的话也是分布的很漂亮 你看这一颗一颗这样子看 也是很美的呀 目前为止 就是这边这边有一个 尾部有一点点 那个 这不是脸 就是 怎么讲了 小树皮脏污这样子吧 它不是花粉 有时候会有个小树皮啊 小灰尘啊 就进去了这样子 然后这一颗的话 它这个流坦纹也很漂亮 这个的话 这一颗这边有个小小的平头 平头的部分的话 其实真的很正常 因为一般来讲 你说全瓶的部分 它也不敢说它没有平头 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个小平头 这一颗的话就是 有一些花粉 但是它的纹路的部分很漂亮 它们这个的其实都是分级分好的 这个品质的部分 它就是把它串在一串这样子 那这一串的部分的话 也是带有一位的花粉 那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花粉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比 刚刚第一串 就比较贵的那一串 花粉稍微多一点 但像这颗就没有 这上面的话带点花辣皮 好 它这边有的颗八点点 就是有点芡皮 好 这一颗的部分的话 这个 这颗也分布得很美 这个虎皮要花也很美 就带一点点 花粉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一串的性价比是很高 2980而已耶 2980 你这2980比我这一串 这是我手上我带的 嗯 好 这一串的话还更水一点点 好 但是我这串已经变深了啦 原本比较浅 是被我带带带 因为蜜拉不然属于蚊类的嘛 然后越带后越氧化 颜色就越来越深 好 那这一串的2980这一串的正数编号 HOMA 12034的 是这一串 我怕你们买错 好 怕你们买错